王小鸭1968年出生,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凭借《开心词典》栏目走红,承受观众的喜爱和支持,一次偶然的机会,她做起了经济半小时的实习主持人,并在1998年全国经济节目优秀主持人评比中获得第一名。 2010年,央视全面推出新型意志类节目《开心词典》,王小鸭任魅力主考官,清新脱俗的形象立刻让观众记住了她的名字,成为了央视迅速走红的一匹黑马。 王小鸭也成为了当时家喻户晓的主持人,她的普通话之标准当真是少有的,为此2008年之时,她被推选为中国普通话形象大使,事业样貌不抵董卿,王小鸭的婚姻生活似乎不太顺,有过两人丈夫, 她的前任老公是个房地产商,后又低调结婚,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已经没有往日的容颜了,但是很感谢她在当年并不是很多电视节目的时代给我们带来的欢乐。 近年来,王小鸭是慢慢的淡出了主持人岗位,转战到了幕后工作之上,生活中的王小鸭很是低调的,王小鸭主持相当有水准,大气自然,思维敏捷,一个动作一个眼神都很到位,只要看过《开心词典》的人,估计就会对她过目不忘。 现在她已经49岁了,素颜的她虽然看上去不和台上那样靓丽,但也是气力出众,情形脱俗。